念佛伤净土 尘佛度众生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各位善知识 今天是正要开始讲天台释教仪的 证文 我们这本讲 讲用的课本 是根据 古代的木板 木科的古书 去影音的 影音这本书的用意 是想要保存它的原本 因为这种的木板古书 现在已经很不容易看到了 就把它影印 希望能够流传下去 所以这个本质啊 如果不是读宪章书的人看起来会有一些困难 尤其上面的那个画一条线一条线的那个刻表啊 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的人 会更是觉得吃力 因此 我们现在讲的时候 这个科判呢 我自己另外编 我另外编科判 各位可以用笔记簿把这个科判写起来 那么你有空的时候不妨自己去对照上面那个画线的科判 这我重编的跟这个原文啊 的科判有点不大相同了 科判的用意啊 就是提纲 一段一段一大段一小段的这个主要的纲要啊 就在这个小科判里面呢 可以把它分辨出来 这就是等于我们普通一般写文章的章段节目 一章里面有多少段 一段里面有几节 一节里面有多少小目 那么这个分的没有那么细 而佛经里面讲经用的科判分的很细 所以讲大布经啊 他这个科判往往是用这个干支十天干十二地支的二十二个支啊 去次第分排排出来 可以分出这个母科子科次序啊 现在这一部四教仪也是有分的很细的科判 那么现在我们要讲这一部天台四教仪啊 他全文就是分为三段三科 那么就按照这个加一丙丁啊 就是这个呃十天干 按照这个次序的排 就会分出他的一段一段的呃买络啊 呃 讲这个四教仪 第一是题目 先解释这个天台四教仪五个字的题目 这个叫做是题目 第二 明录者 也就是说明这个这部书的作者 如果是讲经 它是说明翻译的历史 现在我们这个是祖师所编的一部 这个 这个教典上的呃这个入门书 呃他是从这个大部里面啊 啊 操录下来的 所以这个证文里面第二行 高丽三门 地灌 录 这就说明呃 编录这一部书的人 的这个坚持 就是第二段 明录者 呃 然后啊 第三 是仪文 解释全部天台四教仪的文字 从第三段 才是真正讲到四教仪的正文 第一 是题目 解释天台四教仪 这五个字的题目 啊 天台四教 这个 这四个字啊 是别题 仪字 是通题 因为不止这一部书叫做仪 其他还有其他的书啊 也有称作仪字的 例如说除掉这个天台四教仪之外 有贤手五教仪等 啊 他也称为仪 所以这个仪字啊 可以看作通题 等于讲经的经 经字是通题的用意 差不多 天台四教是好像经的别题 啊 那么现在解释这个题目 第一 第一先讲天台 第二说明四教 然后说明那个仪字 天台两个字 如果要分开来讲 天 这个天字啊 在我们中文里的解释 天 在我们中文里的解释 天 天就是最高的地方 就是顶啊 比如说山顶 如上九层之塔 必造起 天 天就是最高的地方 因为天在我们头上最高的地方 所以天者天也是最高的地方 呃 在中国的古代的习惯呢 把这个世间的成就啊 如果这个气氛的 啊 轻于众 轻于主 来分别 所以古人 古人说 气子 亲亲 上福者 为天 气子 众主 下宁者 为地 这两句话 如果是从前 读思熟的 读过这个幼血群灵啊 就很熟悉 这两句话 出的这个幼血群灵啊 他说这个世间不过是个气啊 是这个世间还没成就之前 他认为是一个气 这个气体就是一个太极 太极 那么太极生两仪 那么气 这个气清的清的清清 又清又清静 气子清清 上福者为天 清清之气 望上福 那么就成为天 气子 众主 下宁者为地 那么由此太极生两仪啊 就分开来了 哦 就有天有地了 嗯 那么这是中国古代的说法 但是我们学佛的人 佛法里面 另外有一套说法 假如你要详细明白 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个 呃 天地成就的这个道理 要看有一部书叫做法界 安利图 法界 安利图 去研究 法界 安利图啊 就会明白 现在不能讲的太多 现在是简单 先说明这个天字 哎 在佛法里面 说这个天啊 它有三种意义 因为在天上住的人 他具备这三种的属性 所以称为天 那么这个三种属性呢 第一就是光解 天上的天人 自己本身都有光明 都很清洁 很清净 不像我们人间的人呢 身上没有光明 又很肮脏 不清净 不洁净 啊 那么天上的天人 他不必洗澡 啊 经常是那么清净 而身体发出光明 他也不必太阳来照 所以天上的天人的生活 他很啊 自由自在的 所以因此他第二 就自在意 天上的天人 有光明 又又洁净 啊 这是第一 而他有神通 他有五神通 有如意通啊 来去自由 啊 所以又自在意 啊 所以叫做天 我们人没有神通 不自在 无论要到什么地方 啊 或者是用两脚走路 或者是骑马 或者是坐车子 坐飞机 坐轮船 都要靠这个交通工具 他们不必 想要到哪里 就到哪里 自由自在 所以他有这个自在的功用 天 第二 自在意 第三 天的功用啊 有神用意 他有神 神体莫测 的那种的功用 天人 他有神通啊 他具备五通 就可以自由变化 那么因此 他跟我们世间人 不一样 我们不能自由变化 生长就是那么高 啊 没有办法自己变化 变成再高再再大 更是没有办法缩小 啊 天人 他都有变化 自由自在 啊 要赢 要闲 都可以自在 所以他自在的神用啊 因为他的这个妙用啊 就叫做神用 这是第三种意义啊 那么天上的天人生活有这三种意义 所以称天 总之天人呢 他的身体很熟悉 他的快乐很熟悉 是深圣 乐圣 顾名为天 因为天上只是享受快乐的 所以叫做天啊 这是站在佛法上讲这个天的意义 现在简单说 就是指的自然界的 天上有天上的情况 人间有人间的情况 这是天 那么如果要说明这个天的形成 比如说欲界天 世界天 五世界天 这个道理啊 后边这个遗文里面也有啊 讲到这个四地里面的苦地啊 还有说明的说明这个三界六道 那么到后边再说啊 现在先了解这个天意就是这些 其次是台字 台字指天上的心秀 天上的心秀啊 按照这个天文学 天上啊 有28种的心秀 28种的心星 就是28秀 这个秀啊 就是俗 住俗 够俗的俗之啊 念七身 念秀 新秀 不念新俗 新秀啊 天上的28秀 他有一个最殊胜的心星 啊 叫做三台心 三台心 呃 呃 所以这个台 就是指天上的三台的心星 天上的三台的心星 所以叫做台 这是天跟台 一个字一个字分开来讲 现在把天台合并起来讲 这是三的名字 就是天台山 就是天台山 天台山啊 在我们中国浙江省 啊 浙江省啊 呃 它的南边有天台县 北 啊 靠近东北边呢 有宁海县 啊 浙江省的天台县的范围内 天台山 这个山很大 啊 呃 据说这个山 有这个 周围绕一圈啊 有八百里 八百里 中文的八百里 可能就是指的八百华里了 八百华里 而这个山呢 有九个山峰 九个山峰 中间一个山峰最高的 就是华顶啊 最高的 周围有八个山峰 周围八个山峰绕住 啊 这个 地理上说 它是四面如一 东西南北四面看啊 看这个天台山啊 好像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周围有八个山峰绕住 八个山峰绕住 包住这个中间一个山峰 想要能够从空中看下去的话 就好像一个莲花 那么这个山峰什么叫做天台山呢 按照中国的天文地理的学说研究啊 认为这个山正是对着天上的星星啊 就是在斗牛之分 斗牛的分约的中间啊 就是三台山三台星星的这个相应的地方 斗啊 是北斗星 北斗星 牛是千牛星 就是北斗星与千牛星 这两个交界的地方 那么这就是属于天这个天上的三台的星星的地方 正好对着这个天台山 因此啊 上映天上三台的星星 因此这个山呢 就称它叫做天台山 这个山 这个山在古代的传说有很多奇异的事迹 啊 那么不但是佛教的圣地 就是道家修仙的也有好多在这山上啊 这个山很大 寺庙也很多 所以前面讲这个圆起里面说到的 佛龙 啊 华顶 罗西 游西 都在这个范围之内 靠近天台县那个地方的 有一个是就国清市 国清市 有志泽大师 这个当时建了十二个市 啊 这是其中之一 那么他在山上又有这个修禅市 就是他原来 呃 讲经说发的地方 那么这个天台本来是山明啊 就是指的中国的呃 明山之一的这个天台山 平常只讲这个四大明山 稍微呃 南海葡萄山 呃 这个安徽九华山 山西 呃 五台山 呃 我这个四川的我明山 这个四大明山 就四大佛山的道场 呃 但这个天台山在中国 称为八大啊 八小明山之一 八个比这个四大明山 稍微小一点的 这个明记的明山 那么天台山是其中之一 啊 那么这边的圣基很多 以后有因缘再讲 天台本来是山明 现在为什么用这个天台呢 现在拿这个天台把它用来做宗派的名称 就是天台宗 天台宗 呃 为什么会称为天台宗啊 这一宗的大臣天台宗的祖师啊 就是智泽大师 由智泽大师才成立这个呃 天台宗 大臣天台宗 因为智泽大师住在天台山 说法在那个地方 弘扬佛法在那个地方 那么最后入灭也在那个地方 所以后人呢 尊重天台智泽大师啊 所以所谓比伟了比伟 不敢称古代的名字 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上辈啊 前辈的尊重啊 不敢名 不敢称他的名字 或者是借地方名 借山明 借市民等等啊 来代替 来尊称他 所以对于智泽大师 因为他住在天台山 就称为天台大师 而他所成立的这个宗派 就称为天台宗 天台宗 这个情况就是好像这个律宗的 呃 道玄律师 他住在中南山 后人就称他南山宗 这个用意是相同的 呃 呃 天台山是智泽大师住的道场 呃 呃 因此就 以他所成立的这个宗派 称为天台宗 实际上 天台智泽大师建立的宗派啊 他所依的经典 最主要的就是妙法莲华经 因为他是在清静 因为他是在清静 会师禅师在大书山的时候啊 修这个法伐山脉 在读诵法伐经的时候开悟的 那么 以涅槃经为福书 以大波涅槃经为福书 所以天台宗的五诗里面 法伐跟涅槃为同一个诗 叫做法伐涅槃诗 看涅槃经跟法伐经是同等的地位 是无上提福 那么因此 以涅槃经为福书 福是福词的福 书就是经书的书 书就是书解的意思 要了解天台宗的教义 涅槃经是很重要的 所以涅槃为福书 因为涅槃经 它是福律谈长教 扶持佛所制的戒律 谈真长的道理 所以叫做福律谈长教 靠涅槃经的教义 来扶持天台的教法 使人体会了解天台的教义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以涅槃为福书 涅槃为福书 天台宗有教有怪 它的修怪方式 是修这个三指三贯 有四地三贯 有一心三贯 它这个贯门的来源 从哪里来呢 以大瓶为贯法 大瓶波罗经 大瓶波罗经 诸布波罗里面 除了大波罗六百件之外 大波罗妹翻译之前 在古代 旧摩洛士法师 就已经翻译过大瓶波罗经 就是摩洛波罗波罗密经 另外有小品波罗 因为大制度论就是解释这个大瓶波罗 还有龙树菩萨著的中观论 也是根据大瓶波罗的教义 而来著的 那么天台中的绘文禅师 就是读龙树菩萨的大制度论 跟中论开悟的 由此建立这个三指三贯 一心三贯 那么因此他的贯法 是根据大瓶波罗经 大瓶波罗经 所以天台中啊 以大瓶为贯法 大瓶为贯法 以大瓶波罗经 做他修贯的方法 那么天台讲的这个指观 就是根据大瓶波罗里面 采扬出来的大制度论 以中论所说明的修贯方法 那么来采扬他的修贯的 指观意义 所以这是天台中的主要焦点 除了这个法华经 涅槃经 大制度论 中论 还有大瓶波罗经之外 另外还有一部经验是很重要的 叫做菩萨淫罗本业经 菩萨淫罗本业经 简称叫做淫罗经 天台中的判定菩萨的阶位 所谓五十一位 十性十住 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 乃至佛国的妙觉 这五十二个弦圣位啊 他是根据淫罗经 根据淫罗经 详细叫做菩萨淫罗本业经 是摇清时代 诸佛念三藏所翻译的 自在那是根据这个淫罗经 判定菩萨修正的阶位 所以修正阶位啊 是靠这个淫罗经而成就的 那么因此天台中啊 他是根据好多的 教典而组织起来的 所以有人说天台中 应当称为法法中 他是以法法为本经 但是他不止只是一部法法经而已 他还有 这个涅槃经 大品般若经 菩萨淫罗本业经 还有大制度论 中观论等 他所谓的教典很多 如果单称法法中的话 会把其他的教典裂掉了 因此啊 还不如称他天台中 因为建立天台中 是靠这些教典的 一说天台中 这些教典都包含采恋了 所以现在题目上的天台两个字啊 是指的中国佛教的十宗里面 也就是大臣八宗啊 十宗里面的教下一个宗派 天台中 这天台两个字 虽然是三名 现在是借来做天台中的名义 所以叫做天台 天台两个字就是中名 现在到这里为止 天台两个字讲完了 接下去讲四教 下文正文就说五十八教 现在这里为什么只说四教呢 因为八教啊 就是两重四教 话仪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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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有话仪四教啊 而以话仪四教为根本 话仪是一种虚位 没有十法 方法仪四教 方法仪四教 藏通别源才有十法 所以称为四教 那么这个四教就是指的藏通别源四教 这个方法仪四教就可以包含话仪四教在里面 但是有的时候也称天台八教 所以第五族张安尊泽灌顶大师 他就有天台八教大义 天台八教大义 那么他就把这个话仪四教法法四教两种啊 合并起来成为八教 又叫做天台八教大义 所以这个住佛祖统计的那位智盘法师 南宋末年 宋度宗的时候的 他住的这个佛祖统计里面呢 他就说地灌法师所编的这个天台四教仪 是根据天台八教大义的 佛祖统计里面 他说是京西的天台八教大义 那京西两个字应当是错误 应当是张安不是京西 是张安尊泽所著的天台八教大义 实际上这个四教仪里面有些文字啊 是跟天台八教大义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可见他是以天台八教大义为难门 为刚 然后采取这个三大布等教典呢 组织成为这个天台四教仪的 那么现在这个四教 可以明白就是指的是话语四教 法法四教 那么主要是指法法四教的账同别源 因为天台的教义啊 他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账同别源四教 这些道理在下文正在解释 这里不必是一讲 只要把这个名目列出来就行了 就是四教 由话语四教 顿 见 秘密 不定 由法法四教 藏 通 别 元 有这两种两种四教啊 所以称为四教 那么这是四教的名目不必解释 因为下面的文字正是解释这个道理嘛 现在天台四教分开来讲 已经讲过了 现在要把这个天台四教合并起来讲 为什么称为天台四教呀 因为在古代啊 叛教 除掉天台中的叛教之外啊 其他还有好多高僧大的叛教的 所以这个法法悬议里面叛教的文字下面说 在智者大师之前叛教的有十八家之多 十八家 十八位大的叛叛教 有叛一音教的 有叛二教的 有叛三教的 有叛四教的 有叛五教的 哦 他这个名目很多 现在天台中的四教 表示跟古代的四教不一样 除掉天台四教之外 古代有叛教叛为四教的 典籍里面可以查到的 有四个人 有四种四教 龙兽菩萨 他的著作里面也有四教 不过他那个四教就是四门 四门 有门 空门 亦有一空门 非有非空门 这是龙兽菩萨的著作里面 所说的四教 实际上就是四门 但也叫做四教 那这个是为天台中所根据的教典 在我们中国的祖师里面 有三位高僧 大德 把佛法叛四教的 第一 就是光泽四教 光泽四教 光泽是市民 南北朝南朝啊 梁武帝时代很有名的一位法师 法云法师 就住在光泽市 弘扬法法经的不止天台智者大使 在天台智者之前就有已经很多人在弘扬法法经 但是光泽市的法云法师啊 他讲法法经真是讲到天花乱对 平常说 哦 讲到天花乱对 是真的 法云法师 讲法法经啊 讲到天人散发供养 所谓天花乱对了 所谓天花乱对了 光泽法师他判教啊 也判四教 不过他的四教是根据法法经的三车 三车 路车 牛车 阳车是声闻教 路车是圆觉的教 牛车是大臣菩萨教 另外再加一个大摆牛车 就是一佛臣 就是一臣教 那么这个光泽法师的四教啊 只是四种车 阳车路车牛车 牛车里面有一个大摆牛车 这都是根据法法经的比喻评里面 所发明出来的 这个道理啊 在法法文具里面解释到比喻评 就有说明 而在这个法法玄义叛教里面也有解释 这是第一在中国的祖师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判四教的 就光泽四教 叫做光泽四教 是以四名啊 来代替法院大师 不敢称他的名字 称他光泽大师 第二种判四教的 有小公四教 高黎国的一位了不起的高僧 袁小 他对教理非常有研究 他也判四教 小公法师所判的四教啊 他就把这个三神 三圣跟一圣呢 分通别 三圣别教 三圣通教 一圣分教 一圣满教 这是元小法师的四教 这是两种了 还有一位法师判四教的 是 那是后来的 那不是在智者大师之前 那是唐朝 闲守果师的地职啊 慧怨法师 他解释华言经 他也判四教 他把他的老师 闲守果师的五教啊 把他推翻了 他批评他的师父 闲守果师 判个小尺中顿员的五教啊 他说这个是操在天台中的 不是自己的 他把他推翻 那么自己另外建立四教 第一 弥真意之教 弥真意之教 他这是指的凡夫外道等 第二叫做 真意分半教 真意分半教 这是指的二圣人 二圣人身为元军 第三叫做 真意分满教 真意分满教 他这个指的是大乘 初学的菩萨 初心菩萨的教法 第一是叫做真具分满教 这是大乘究竟的佛法 包含整个大乘佛法 这是玄守果师的弟子 慧愿法师所判的四教 这个道理不能解释了 那么如果要研究啊 要看法法悬疑 因为除掉天台四教之外 在我们中国佛教里 判四教的 有光贼四教 小宫四教 愿公四教 简别不是这三种四教 所以称他叫做天台四教 所以在古代啊 凡是讲四教 要这样子分别 说天台四教 才不会跟光贼四教 小宫四教 愿公四教 混乱 这是把这个天台四教 合并起来 合并起来解释 其次就讲那个仪子了 仪 这个仪啊 就是仪式 方式 仪轨 仪式 方式 这个仪字就是指 智泽大师 叛教的仪式 叛教的方式 智泽大师对于 释迦牟尼佛一代的说法 四十九年所说的佛法呀 他就用这个五十八教 来加以判定分别 这个生前 大小 偏远 等等的道理 所以仪 就是判定的仪式 智泽大师 约五十八教 判定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的仪式 那么这个就是仪字的意义 简单说 不必说的太多 所以称为天台四教仪 那么天台四教仪里面 所讲的道理 总播出智泽大师啊 在这个 他这个天台中的教典三大部里面 所判定的这些教义的分别 那么就称为叫做天台四教仪 下文全部文字都是讲这个道理 这是题目 是总纲 先把这个题目的总纲了解之后啊 内容已经了解 一个可以说是一大半了 它的内容的总纲是个什么 然后把这个网目一幕一幕分出来 就很清楚了 下文所讲的道理总不出这些 这是第一 第一是题目 解释这部书的题目 天台四教仪 五个字的题目就讲到这里为止 讲完了 第二 第二 名录者 也就是说明这部书的作者啦 证文里面啊 高黎沙门 地灌 路 这七个字啊 就是第二 明录者 说明这部书编录的人 写这部书的人是谁 是地灌大师 路 他是根据天台智者大师的三大部里面 把他这个主要的入门书把它揭露出来 所以最后的后文说 谨按台教广本 操录五十八教 略至如此 但是根据天台的广本 就是三大部 所有的教典里面 操录出五十八教的这个大义 这个仪轨 写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是由地灌法师所揭露的 关于地灌法师 在前面讲缘起的时候啊 已经讲过了 那就是因为五月王 读这个勇家大师禅宗集里面 同出四柱 此出为奇 若福无名 三藏则裂 到这四句话不懂 那么请教这个天台少果师 少果师叫他去请问这个 一级法师 一级法师就说这个天台教部啊 已经失传了 在高立国还现存啊 那么因此就从高立国请回这个天台的全部的教典 那么有地灌法师送来 那么地灌来了之后啊 就到天台山的罗西 亲近一级法师啊 成为一级法师的弟子 那么他在一级法师那边 学天台教官 在罗西啊 住了十年 住了十年 就在这十年当中 他编露这个天台事教仪 按照他的传记 佛祖统计里面的记载 地灌法师 地灌法师是在宋太祖开保年间去世 作托 入面了 开保 是宋太祖的年号 就西级的968 到976 968 968年呢 就是宋太祖开保元年 到976 是开保的年号 那么既然是开保年间 作托 就是作祖就往生了 元基了 那么这开保年间 在这差不多十年当中 是哪一年 他没有详细写明 总之在开保年间 他还在还在人间 他亲近这个罗西的 一级禅词 有十年之久 他这个天台事教仪的著作 写好了之后啊 放在这个 这个书夹子里面 在他在世的时候 并没有公布 他入面之后啊 他那个书夹子 半夜会放光 因此啊 在罗西的那些大人们 就把他找出来 原来是一部天台事教仪 从此才流通出来了 那么到了 宋真宗的时候 孤三元法师 认为这个下卷不必流通 所以直流通上卷 那么现在讲的 直是这个上卷的文字 而这个地管法师 他是高离国人 所以上面标明啊 这位作者 他是哪一国的人 他是个高离国的人 下面高离下面 有三门两国字 表示他是个出家人 是个出家人 三门是印度化 如果以中国文字看 有人不懂佛法 他看了这个沙门两个字 他觉得很奇怪 他说 这个佛教啊 真是神通广大哟 我们做门啊 不是用木头 就是杠金水泥啊 而他们能够用沙子做门啊 沙子怎么能够做门呢 就是现在的沙子做门 也要加上这个杠金水泥啊 他看到这个沙门两个字 他以为是中文啊 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有些这个儒家呀 他不懂得这个翻文的 翻成中文的意义 他看到这个称出家人 男重的出家人 叫做比丘啊 他这个丘就看到这个 孔夫子的名字了 你们这些出家人 为什么跟孔夫子相比啊 又发生这么一个怪话 他就把这个丘 看作是孔夫圣人的名字 他比是比对相比 你们出家人 为什么跟我的孔夫子相比啊 本来是个翻文啊 他看成中文啊 他这是翻字不翻音 翻字不翻音 沙门就是翻字不翻音 字是翻成中文了 念起来还是印度的音 本来佛法传来最早 沙门的翻议啊 是写作双门 双门 双门很容易被误听 为这个双式的双了 那么变成出家人的死人了 那不好 后来呀 才改成沙门 这个沙门是印度法 翻成中国化呀 他本来是 就是出家人的这个通称 这群修戒定会熄灭唐真诗啊 那么他既然是个出家人的通称 在印度啊 不但是佛教的出家人称为沙门 其他的外道 其他的宗教家出家人也称沙门 因此在印度称沙门 要加上士子两个字 沙门士子 表示是佛教的出家人 如果是其他外道的出家人 例如说佛罗门教 泛治 也是出家人 也叫做沙门 那么现在这个高丽沙门 简单说 这个沙门就是代表出家人 说这个地贯法师啊 是个出家人 他不是在家人 是一个法师 所以称他叫做高丽沙门 是一个高丽国的出家人 一位法师 名字叫做地贯 他在罗西住了十年 亲近一级法师的时候 他学了天台教官懂了 然后就编这一部 这个天台四教仪 天台四教仪是 他根据天台广本的大部里面 记录下来的一部书 所以叫做高丽沙门地贯录 这是第二名录者 上面没有细讲 如果要说的话 后边还有机会 下面真正是解释 天台四教仪的文字 第三是遗文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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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 对异盎然的土地上 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 座落于台南市归人区 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之业 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 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 映入眼帘近视绿油油的田地 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护生园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 风景秀丽 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 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 更显其生机勃勃 占地一千四百多平的园区中 收养了包括一百名四只的狗 以及一百七十一头猪 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 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之门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田地 两者虽数不同互种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 稍稍接近围栏 狗儿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彼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减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蒙面 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体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 渴望关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 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 渐渐恢复丰硫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之门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气 猪之发出的声响也不分旋置 有的悠闲地躺卧 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午后的围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难歪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无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 情感交流及灵性之会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 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深深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 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亲近乐土 中华护生协会广妖宁 一同加入护制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 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中华护生协会 各位法师 生命电视台的菩萨大德们 阿弥陀佛 2020年已经过去 在过去的一年 我们经历了全球性的 新冠状肺炎疫情 祈愿再新的一年 牛道吉祥 一切恶难皆消灭 各位菩萨大德们 苦惠增长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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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孩子 我又知道 你們有很多額 也知道他們當時 也是 我刚才在家里面的朋友说,我们在家里面说,我们就在家里面看着你 那就在家里面看着,我们在家里面看着我 在家里面看着我自己的朋友 我们在家里面看着,我们在家里面看着我 ré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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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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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